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底是黑色的 但是上面的插画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缤纷精彩 而且我同事说 还有一点点魔幻的色彩 我再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这文章呢 可是这只猫咪 就是我们的主人公 也就是我们的作者 他叫做骨干 骨干呢 大家就知道 它是一只橘猫 那你会看到它很可爱 可是这本书呢 所讲述的就是 骨干如何回到家 所以你会觉得 这本书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呢 首先他就提到骨干呢 他出生的时候 就是在宠物店 所以他说 他张开眼睛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 就是一只灰妹妹 灰妹妹眼睛也没张开 可是骨干已经看到 他可爱的模样了 有一天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带着小男孩 就来到了宠物店 然后呢 就在骨干的这个窗前呢 看着骨干 这时候骨干看着小男孩 小男孩不知道说什么 骨干也不敢做什么表情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就是这个小男孩的父亲 他把骨干买回家了 当成小男孩的礼物 骨干跟小男孩相处 非常的开心 小男孩常常会画下 骨干可爱的模样 每天也抱着他 亲了他 可是慢慢的 他发现 小男孩身体好像一天不如一天 他后来生病了 他到医院去了 这时候 他的父亲只告诉小男孩说 你不能再养骨干了 小男孩哭了 只听到父亲跟他说 你是男孩子 你必须勇敢 所以骨干就离开了小男孩家 他来到的第二个家庭 是一个身材高大 但是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一个人 这个人每天可能买手在他书桌前面 不太理骨干 骨干肚子饿了 上厕所了 不管他大声叫 小声叫 这个人完全不理他 甚至骨干有一餐没一餐的 因为这个主人好像为他工作所苦 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甚至最后把他放到家里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 骨干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后来他在这个家里面 他肚子很饿 咕咕的叫 他没有体力了 他觉得他身体好像飘了起来 他看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画面 后来有一天在窗外 有只小白猫 过来跟骨干说 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家 你就会死掉 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回家 你不能找到自己的妈妈 骨干这时候才赫然发现 原来我是有家 我是有妈妈的 但是妈妈是什么 对骨干来讲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所谓的妈妈 于是这本书就从这边开始展开了 骨干后来推开了窗户 离开了这一个奇怪的主人家 他来到了户外 成为一只流浪猫 这流浪猫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有流浪猫的地方 就有人喂养 骨干一开始以为 那就是他的妈妈 但是旁边的猫 凶巴巴跟他说 那个阿姨不是你的妈妈 他喂完食物就走了 可是骨干说 我会在他脚边磨蹭 他也会摸摸我 只是为什么摸摸我之后 他就离开了呢 他以为那是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声音 后来经过辗转之后 骨干才来到了中途之家 最后骨干是不是顺利找他的妈妈 而成为我们书上 这个非常有才气的作家呢 这本书里面会告诉我们骨干 他一路回家的故事 骨干回家了 骨干成为了诗人 成为作家 成了这本书非常重要的推手 你一定会非常好奇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心里需要一个疗愈 如果你想要看一本可爱画风 而且又能够疗愈人性的好书 那你会发现 骨干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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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